因为我就是纯粹的就是想过来看看海看看风景 那么你倒是 因为本身我是对标对标三亚的 对标三亚的 但是这个三亚的这个性价比后来攻略一做的话实在是太低了 大家好 我小胖 今天刚好有一个猪中同学来找我 然后呢 我带来吃东西 那么前段时间给大家拍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最好吃的在巴蒂亚的猪脚饭 对吧 今天我来给你告诉 巴蒂亚最好吃海南鸡饭在哪里 这个你们肯定不知道 我觉得几乎我就没有看到网上去做过 但是我一直吃了十家以上的海南鸡饭 我最终选了这家 这家在哪里呢 这家地方叫帕太太 就是步行街一直往上走的一个 步行街那条路一直往上走到到苏坤苏坤艺或苏坤卫路的一个街边 它是在一个柯达的一个相机的边上啊就这么一家店这个老板和老板娘 下午四点多就没有了 而且这家是绝对是个最好吃的 反正很简单 菜单就一二三四就这么几个品种看出说话 对吧 也不存在其他东西的 那我们来尝尝看啊 最好吃的 来选吧 这个老 选个这个是吧 这个啊 这个是炸的 这好像是单单纯的 这个是有有米饭的鸡 这个是也有米饭的鸡 这两个不是一样的吗 我也不知道 这个是不知道个什么汤 这个 这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海南鸡饭 那么 这个是个面 这个只要鸡面 这也是一个鸡面 对对对对 这个只是就是纯的一个白切剂 可以这么理解 那我就整个吧 我们就一先来这个再说 阿里能阿里能 菜 阿里能 烤水烤水 阿里没烤 阿里没烤 耶 能来 烤水松 菜 OK 大家可能没听懂我刚刚说什么 一摆在上面那个鸡 一摆在下面那个鸡 再加两碗米饭 这就是你最喜欢的泰式酸辣酱 你看 是不是这个味道 是这个味道 是这个味道 泰式酸辣酱 超市你待会我都买了给你 买一点回去 它是瓶装装好的 这个酱呢 就是说 就是你吃 吃一次啊 会想再去吃第二次 上头的 不像有些酱 你吃过一次啊 那就不会真 这个也是一个 喜欢你看 我这个好像更偏酸一点 更偏酸一点 那这里是辣椒 那些干辣椒 就是朝鲜椒 直接咬来啃 口味太酸 人家说嘛 吃面不吃蒜 快乐少一半 香味少一半 先介绍汤啊 这碗胡椒汤很爽的 其实呢 菜单上刚两个鸡 我个人认为呢 长得差不多的 其实它是两个品种 其实它是两个品种 啊 先吃吧先吃吧先吃吧 这个人太可爱了 饭吃完爬一回头 跟老板说老板多少钱 老板懵懵的看着哈 牛逼 在巴西亚的路边摊吃饭 大家都要注意啊 溜了溜了 太帅了太帅 吃顿饭都热洒了我一个 哎呦妈喂 哎呦太热了太热了 好 这又带同学来喝咖啡啊 我们今天又找了一家咖啡店 这也可以大家安利一下 哎呦泰国的路啊太吵了 就是韩西亚 上海餐厅对面 上次我推荐的 OMG 叫Peach Coffee 这家咖啡店是一个 韩国人非常喜欢来的咖啡店 然后里面的环境还不错 我们进去一下哈 对它里面是做成那种酒庄酒廊式的这种 这种咖啡馆 包括它这里卖蛋糕也都是很好吃的啊 它这里包括这种香槟啊之类的 它做成这种酒庄式的你知道吗 但是大家这里面呢 红酒也都是可以卖的啊 这么一家 它的咖啡略贵 一般来说要100株左右一杯 那么它比其他的店稍微贵一点点 但是它的花样多 它主要是蛋糕好吃 然后它的咖啡呢 别人都卖80 70 80 90 它还卖100 我们做起来的咖啡哦 我这个的初中同学呢 来了几天了 我们看看他 他第一次来是吧 上次是19年 19年 啊来来来对着你对着 上次19年什么时候 19年的破水鞋的时候 破水鞋的时候 对我们就是特地来玩这个破水鞋的 因为国内没有这种 现在巴基亚曼谷都呆了 巴基亚曼谷都呆了 巴基亚曼谷都呆了 其实一共也就是 也就是四五天嘛 也就是四五天 很走马关华的 走马关华 那这次为什么你一个人来了 这次呢 因为这样的一方面的 什么工作压力比较大 那第二方面呢 本身是有一批朋友说好要一起来的 等于说把这个性质已经急上来了 但是呢 结果呢最后面他们 全割了你 对有种被放割滋的感觉 那么 所以我后来想想 那反正就 就来吧 因为你 帮朋友摊路了 对对你如果这趟不来的话 你这个在国内这个心静不下来的 不至于不至于 你又不是玩那种夜生活的 你又喝不了酒 因为主要我们是 因为疫情三年嘛 所以将近四年没出来 那所以说趁 过来放松一下 就纯粹放松一下 看看海洋这种 对我发现你和别人不一样 别人都过来玩夜生活的 你不大玩 我发现你走路比我还凶 你可以白天把整个巴基亚给走完 走完啊 这样把你走完 对 因为我看你什么 你说什么7-11旗舰店啊什么 你都是靠走走过去的 对对对对 是的 我发现你更适合做个旅游博主 因为我就是纯粹的就是想过来看看海 看看风景 嗯 那么你到了 因为本身我是对标 对标三亚的 对标三亚的 但是这个三亚呢 这个性价比后来功率一做的话实在是太低了 那你在卖会待了几天 三天 这里待了几天 这里四天再加四天 你如果待十一天要待 十二天 对对十二天 那你这次待下来 你觉得跟19年有什么不一样的 怎么说呢 因为19年的那次 就纯粹也是赶景点去做白冷 你让人写时间也短嘛 那么这次我就是想彻底的就是想 深度有 深度有 就彻底的卖下来 啊彻底卖下来 看看这个因为说实话在国内 你也体会不到怎么就要卖下来 对对 每天脑子里就是工作家庭 工作家庭 这两天体会到一天只做一件事情的卖下来了 对对 稍微慢了一点 稍微慢一点 对 你再带下去还会慢 对所以说包括刚刚我说的这个作息的时间呢 就是每天以半个小时到一节课的这个时间 往后 往后这么去推 从七点到八点 八点到九点 对对对对对 现在已经可以到十一点了已经 已经可以到十一点了 对对对对 很快就能到下午了 像我们这样睡到下午 然后再起来就发现一天时间过得特别快 就像现在这里一样喝杯咖啡就结束了一天 对然后一天就吃两顿饭 哎两顿饭 他不知道为什么到这里啊 就胃口自然然会有效 就会变小了 而且也不会说很饿 但是我后来想了一下为什么 因为可能这里 你没有去想这种工作的事情 可能就是这个卡路里的消耗 因为工作干嘛你都要有消耗的嘛 动脑子也消耗 动脑子也要有消耗 那你在这里了就也不去对付工作了 那我终于理解了 为什么有些过来玩的那帮人啊 他们一天吃四餐午餐 因为他脑子里都在想晚上去哪里 他动脑筋对不对 他们要动脑筋的怎么玩去哪里玩 怎么玩得舒服 玩得害不对 那我的话就不一样了 而且我们的运动量我觉得比国内大多了 那你要去 就我们家我们家走路啊 或者你去打卡景点啊 或者怎么样 跑来跑去 实际上在跟国内消耗来说肯定是理高 因为你在这里还没有车 有时候做双条 有时候走路 对吧 像你第一天来 你跟我说从你住的地方走到 KGK走到21 21走到步行街 步行街再走回KGK 对 对吧 你这一圈走的东西八公里路 九公里路 对 应该应该应该还不止 而且我还绕了一段弯路 你还绕了一段弯路 对还不止 总体感觉因为你来的时候 刚好是你巴提下雨的雨季啊 嗯 就几乎每天会下雨 除了今天现在还没下 但是其实也就是昨天下了多一点 昨天下了一整天 对其他也也还好 其实他稍微飘了几颗嘛 啊 就把下个一个小时左右就没了 对 那今天我看了今天估计晚上下雨 有可能 很有可能 你这样待会不会觉得太枯燥在这里 就时间待长 你会不会觉得来泰国很枯燥 呃 尤其是一个人 至少到现在这个时间点 我还不觉得枯燥 为什么 因为我还有地方还没去 啊 真理事啊 哪里都没去 对 真理事也没去 包括 南坡也没去 南坡也没去 那如果说你是要按照我的攻略把所有的八点都打卡打完呢 那是不现实的 那不现实 每个每个十天半个月 我打了三个月都没打完 对啊 但是作为游客的来讲的话 其实也就是那 那些景点嘛 那些景点嘛 你不可能像说你们常住的方方面面脚脚落落都说 对我们还会去什么超市买东西啊干嘛的 超市对 超市嘛去个两像我们这种去个两趟也就差不多了 或者后面补一下也就是仅此而已的 对我来讲我更多的想去就是看看海 所以我后面那四天定的是海景房嘛 啊 就每天坐在阳台上看海 对对对 然后瓜子啊三核桃我什么带过来了 牛逼 他是我见过唯一一个到泰国来带的瓜子三核桃来的 牛逼牛逼牛逼 我们就大概采访一下他的里程 他是我初中同学 因为我初中七班的 然后他是九班的 就很巧 然后我刚好就是可能作为我的粉丝啊怎么样了 就就进我直播间进入群里面跟大家聊天 然后后面才一聊 哎呦我们两个同一个初中的 而且是同一届的 就是世界就那么小啊 这个我们就随便讲一下聊聊天 然后呢今天也带大家去打卡了一下 就是说一般来说就是呃 你作为游客你不知道的地方对吧 就是说了今天去打卡了海南吃饭 然后刚才去逛了个逛了个超市没拍 他说退休要退一个小时 然后呢我带来喝咖啡来感受一下 就是说我们本地人来说我们本地人在这里 算半个本地人吧是怎么生活的 怎么样一天很快的过去 或者说一天到底干多少事 他也类似于这样一天跟跟着小方转了一圈 然后我们来感受一下 今天就随便下来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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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